其实在娱乐圈中,让一般化的现象十分严重,有的人无才却喜欢卖弄,炒作,但有些人有才却喜欢低调,不张扬,在大家还在性伴侣,凶孩子的时候,有个人却安安静静, 地分享自己手写的心得体会,并且她的字还被收入了笔尖上的中国,这个人就是王洛丹,对于王洛丹,想必大家并不陌生,尽管这两年的作品并不多,但是曾在荧幕上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,比如曾在《泛斗者》当中饰演的米兰,尽管当时的她年龄比较小, 但是演技却十分自然,并没有半点扭迷作态,而且就算许多老前辈对戏,依然不怯场,只可惜,这些年她一直都比较低调,不爱炒作的同时,也意味着人气可能不比其他人,所能够拿到的资源意料差许多, 而且,因为她和白百合长得很是相似,之前,一直被白百合打压得很厉害,逐渐,尽管白百合的事业受挫,她也并没有在其中得到飞跃性的发展,可以看出她并没有踩着别人上位的意思, 而且从她的微博动态也可以看出,她似乎对于这些事情并不强求,心态很是平淡,对于平常人而言,可能敲词都觉得麻烦, 但是,她却依然能坚持使用这种传统的方式,经常与粉丝分享她的人生感悟,也算是明星当中的楷模人物了, 对于演员身份而言,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,甚至还有几分较真, 她曾经可以为了一部作品秦宫十月,只为静下心来好好准备,按照她的话来说,她只接自己喜欢的角色, 而对于自己喜欢的角色,她从来都不会吝啬时间,虽然这也导致了她这些年不温不火的状态, 但是,她却坦然表示不怕不红,只怕苍白而无趣, 王陆丹自己被输入底肩上的中国,成熟为女明星, 网友,厉害了,为了追求心中的有趣, 她一边坚持链子,一边通过各种方式,寻找快乐和自由, 比如她利用其余时间学,为了滑板,架子骨,潜水等等, 曾经在记者面前的她,说句不好听的话, 其实是显得情商较低,经常能把天聊死,但是现在的她,似乎却蜕变了, 比如在前段时间,她参加向往的生活,可以看出她不仅十分幽默, 而且大人处事十分温和,完全没有半顶架子, 尽管浑身上下散发着文艺女的气质, 但是做起事情来也毫不含糊,做饭, 劈柴,扎到草原献手拈来, 而且每一件事情,她都能做得格外认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